2022年11月28日,周二,查尔斯三世的妻子首次在白金汉宫举办招待会,她将在皇室女性的簇拥下举行会议,会议将重点讨论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严重而令人担忧的问题。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个王后和公主峰会的前夕,作为前奏,她接待了丹麦王储妃、玛丽和约旦的拉尼亚王后,与卡米拉王后和丹麦玛丽王妃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约旦哈希姆宫廷的王后在英格兰国王及其妻子的住所克拉伦斯公宇这两位女士合影的照片旁边写道, 对于王储妃玛丽来说,这是她自伊丽莎白二世葬礼邀请失误造成争议后首次正式访问英国。 2022年9月,丹麦王储妃玛丽在确认出席葬礼后,她最终没有出席,因为英国外交部在邀请她示范了一个礼仪错误。 英国政府最后通过丹麦大使馆向王室发出了一封道歉信。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玛丽王妃终于有机会转达她的哀悼,至少是向卡米拉王后转达,她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招待会前一天的下午与她进行了交流。 白金汉宫的招待会是联合国反对性别暴力16日运动的一部分,预计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妻子将发表讲话。 出席活动的嘉宾还包括威塞克斯伯爵夫人和比利时的玛蒂尔达王后。 在这次盛会的前几天,查尔斯三世为南非总统举行了在位期间的第一次国宴,这次白金汉宫的晚宴将是卡米拉作为王后的真正首次亮相。 对于这个盛会,多个王室都派出代表给予支持,这是对卡米拉担任王后的认可。 在她登基成为英国王后之后的两个半月里,她的丈夫已经开始引入一些变革,以符合查尔斯三世简化和缩减君主制的目标。 而卡米拉王后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改变了她的宫廷组成人员。 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妻子不会像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样有侍女,这种职务相当于一种同伴,顾问和秘书。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侍女们,陪同她们参加官方活动和出国旅游,从现在起,她们将不再是王室的女主人。 卡米拉王后换成了六名助手,她将找六名她的核心圈子中心的过的人,她们将获得工资收入。 在这之后,最接近卡米拉的新工作人员将是这六名助手,而不是侍女。 她们的名单已经流出,分别是萨拉、特劳顿、简、冯维斯腾霍尔茨、兰斯道恩侯爵夫人菲奥娜、凯瑟琳、布鲁克夫人、卡林齐肖姆男爵夫人和萨拉、凯瑟克夫人。 这六个人一直对卡米拉中心耿耿,几十年来,她们也一直在君主的核心圈子里。 兰斯道恩夫人菲奥娜是一位68岁的室内设计师,对时尚很有天赋。 在职场上,她被称为菲奥娜·谢尔伯恩。 她的丈夫查尔斯是兰斯道恩侯爵,是国王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他们的房子离卡米拉的私人庄园非常近。 见冯维斯腾霍尔茨,更出名的名字是洛夫蒂,她的丈夫是前奥林匹克高山滑雪运动员,冯维斯腾霍尔茨男爵。 凯瑟琳·布鲁克夫人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婚礼伴娘,威廉王子的教母苏珊,赫西夫人的女儿,是塞马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69岁的萨拉,特劳顿是英国威尔特郡的中尉,是英国君主在英国该地区的一种个人代表。 历史上,这个职务曾负责组织该地区的民兵抵抗外敌,萨拉·特劳顿是这个职位自近500年前创立以来的第一位女性。 她也是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妹,并在2022年初纪念卡米拉王后75岁生日的ITV纪录片中出现。 莎拉·凯斯维克夫人是卡米拉王后最年长的朋友,她嫁给了汉布罗斯银行的前主席齐普斯·凯瑟克爵士。 她的丈夫也是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董事,担任阿森纳主席至2020年。 据《每日邮报》报道,她被亲密的朋友描述为非常有趣,在晚餐时间是个大亮点。 卡林·齐肖姆男爵夫人一辈子都站在卡米拉王后身边,曾在上议院代表保守党。 她是一个赛马爱好者,她曾多次与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一起出现在阿斯科特赛马场,被人发现参加这一活动。 在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停止参与猎狐活动之前,她还曾经和他们一起去猎狐,除了这些人员之外,卡米拉王后还聘请了她的首席助手。 她是不枪队的奥利·普伦基特少校,卡米拉王后是不枪队的总司令。 她将与私人秘书一起工作,她的那些女同事预计将与她一起公开亮相。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2018年,在哈里和梅根忙着筹备婚礼,同时也有无数的故事流出,王室成员关于这场婚礼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女王陛下召见哈里还进行了严肃的训斥。 当然,更多的是梅根不满婚前需要签署的各种协议。 这一切对王室工作人员来说,充满了重重挑战。 此前,许多王室圈内人士表示,哈里和梅根的关系将已眼泪结束,哈里在情感上过于依赖梅根,根本摆脱不了。 但女王的前助手则认为,如果威尔士王妃·戴安娜还活着,哈里根本不会遇到梅根,更别提将她娶进王室。 综合英国媒体,每日净报11月28日讯,已故女王的前新闻秘书狄基·阿比特就哈里和梅根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对哈里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斯戴尔寒沙摄影,就怕出版以后又将王室的秘密攻诸天下。 阿比特先生告诉英国新闻的主持人,今天,如果戴安娜王妃还活着,王室就不会经历这些。 戴妃头脑清晰,为人处事非常实际,而且顾全大局。 我大胆猜测,如果不是母亲早逝,哈里的性格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怎么可能与梅根结婚,而且还不支持自己的父亲,国王。 近年来,哈里多次谈到自深爱的母亲1997年去世,她一直在与心理健康做斗争。 戴安娜王妃的密友蒂娜,布朗也出版了一本爆料的书《王室文件》《温莎家族内幕》《真相与动荡》书中也提到了哈里对婚姻的态度受到母亲早逝的影响。 《王室文件》《温莎家族内幕》《真相与动荡》于今年早些时候出版,出版前布朗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 谈到了哈里王子和梅根的情况,她说,哈里接受奥普拉的采访严重损害了其与家人的关系, 如果后来她不坚持出版回忆录的话,那种敌对情绪也许会逐渐缓和。 那本回忆录实际上比采访更伤害家人间的感情。 坦白地说,哈里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之下,极度缺乏隐私,所以变得痛斥这个世界。 但是,她现在却不停地接受采访,主动暴露隐私,这完全就是天翻地覆地变化,太不可思议了。 她表示,哈里非常缺乏情感支持,遇到梅根后完全被她控制,以至于整个人地性格都变了。 梅根似乎满足了哈里的某种巨大需求,两人建立了一种强大的相互依赖,确实非常难分开。 但是,这对王室其他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在瓦伦丁落的,朝臣,王冠背后隐藏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了哈里从前是一个可爱,受欢迎的王室成员,遇到梅根后,性格发生了鲜明转变。 书中详细描述了,在哈里和哥哥威廉成为全职王室成员之前,胸有地公的生活以及两人。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卡米拉成为了王后也改变不了。 据外网消息,卡米拉王后为子女争取王室头衔已经准备很久了,按照王室规定,授予头衔需要召开议会投票决定,就像王室收回哈里梅根的头衔一样,需要投票决定。 再说,卡米拉王后和前夫的儿子又不是王室血脉,并不是查尔斯国王同意就可以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麻烦。 如果轻易能得到,查尔斯国王就破坏了王室的规则。 卡米拉是个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人,也反映了卡米拉在王室的地位。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相互的,卡米拉可以靠着查尔斯,享受着王室的荣华富贵,但一旦查尔斯去世了,她在王室一定会没有一丝立足之地。 哈里一直认为梅根和她母亲有很多共同点,简直是戴安娜在世,她试图说服自己的家人这一点,他们是天作之和,但是舅舅斯宾塞伯爵,还有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姐姐,都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相同之处。 而且,斯宾塞伯爵一早就看出,梅根是无法融入王室的,结婚后会麻烦不断。 假如戴妃还活着,心地善良的她应该不会喜欢梅根,因为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且冷酷无情,就像小桑卡米拉那样的难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